说什么 三大幻魔的集合体 零攻击力的混沌幻魔阿米泰尔 居然和攻击力无限大的艾克佐迪亚 别名黑暗大法师的究极怪兽 在最强的boss战前打了起来 一个开局就召唤出将雷黄哈蒙 之后一回合一只三幻魔 还召唤出了自己本身 一个开局就拿到了四张黑暗大法师 召唤出了艾克佐迪奥斯 还敢以一张物王 迎战混沌幻魔阿米泰尔 只能说这两个拥有究极怪兽的人 除了比谁的胶水更黏以外 就是比谁的洗牌手法更好 重温GX15大经典之反派间的不洗牌之战 由刚刚击败了地狱凯撒的boss尤贝尔 对战击败了艾德不久的沙僧 原本附身在约翰身上的尤贝尔 可以用黑暗的力量轻松拿捏住沙僧 怎料全力爆发的地狱凯撒实在是太猛了 给boss战的尤贝尔都留下了不小的伤 以至于获得了黑暗大法师力量的沙僧 竟能压制住黑暗的化身尤贝尔 沙僧被击退二里地 眼看黑暗力量占不到上风 果断掏出自己的决斗牌 尤贝尔见状表示正好 可以解锁击败黑暗大法师的成就了 沙僧看见这一幕瞬间懵了 你用的不是约翰的宝玉兽卡佐吗 怎么还用上三幻魔卡佐呢 太看得起我了 尤贝尔黑黑一笑 你想多了 我冲的是艾克佐迪亚 总之排局就此搞起 尤贝尔手速快到极致 生怕沙僧跟他玩胶水战术 就问开局拿到五张黑暗大法师 谁受得了啊 尤贝尔发动永续魔法三角力量 效果同时发动卡组中的另外两张同名卡 接着将这三张永续魔法卡送入目的 就可以攻击表示 特殊召唤三幻魔之将雷黄哈蒙 沙僧见状吐槽尤贝尔绝对没洗牌 不过玩520胶水战术的他 也还差一张就集齐了五张黑暗大法师 尤贝尔冷笑一声 你以为我为什么非要抢先攻 发动速攻魔法手闸断杀 强制双方舍弃四张手牌 然后再从卡组中抽出相同张数的卡 哈哈哈哈 没想到的小东西 这张卡就是为了克制你们这些赖皮 才塞进卡组里的 刚才那个不洗牌的封批 幸好是个玩融合电子龙的 要不然我就没了 这次面对不能洗牌的黑暗大法师卡组 我还能不长点教训吗 对了 沙僧之所以能获得黑暗大法师的认可 是因为杀气正道 磨灭了自己最后一点人形 沙僧哥舍弃一张魔法卡加三张大法师 尤贝尔覆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沙僧 突然发光的目的 下了尤贝尔一大条 沙僧表示自己要在这一瞬间 发动纠集封印解放的仪式数 效果必须要在目的里 而且是当手牌和目的 同时存在五张黑暗大法师时才可以发动 将目的中所有名字 带被封印的卡返回卡组 咱说这里就因为没有裁判 就真的不洗牌吗 这要不是尤贝尔机智抢先攻 这回合可就直接败北了 沙僧随意地洗了两下牌 注意 他手指下面的卡根本没有动过 沙僧根据仪式数的效果 舍弃手牌中的两张黑暗大法师 特殊召唤纠集封印神 艾克索迪奥斯 尤贝尔的回合 燃烧自己场上的三张陷阱卡 特殊召唤三患神之神炎黄乌利亚 攻击力根据墓地中陷阱卡的章数决定 没有一张就获得1000攻击力 沙僧大喊强者的苦痛是永续魔法 因此哪怕是乌利亚也要下降1000攻击力 尤贝尔从手牌中打出装备魔法永恒再生 装备给神炎黄乌利亚 效果一回合一次 将对方场上的魔法陷阱变回覆盖状态 让其无法再当回合发动 同时当装备了永恒再生的乌利亚因战斗而被破坏后 藉由将这张卡送入墓地可以免疫破坏 发动神炎黄乌利亚的怪兽效果 一回合破坏对方场上的一张魔法陷阱 尤贝尔下达攻击宣言 让将雷黄哈蒙使用失乐之雷铭 击溃那头盗版的黑暗大法师 想什么呢你 我不是说过艾克佐迪奥斯 不会因战斗而被破坏吗 尤贝尔邪眉一笑 就算怪兽不会被破坏 可伤害却要由玩家吃下 沙僧念无表情 仿佛真是铁石心肠 然而当他摸牌的时候 却表示妻子在这里 尤贝尔大喊住手 现在该我的回合了 这要是再让沙僧趁机抽卡 最终BOSS就该让位了 尤贝尔发动魔法卡二重门 通过将这张卡和目的中的一张同名卡除外 抽出两张卡 尤贝尔召唤换枪式 咱说枪在哪呢 怪兽效果根据场上除自身以外的怪兽数量 也就是乌利亚和哈蒙这两只怪兽 沙僧闭眼抽卡 尤贝尔意识到嘴炮战术失败 可失去了艾克佐迪亚的沙僧 还有何手段击败混沌幻魔 沙僧的回答是环境魔法物质王城 果然魔物云卡组才是沙僧的主力 五座阁楼会保护住云的王城 沙僧手举一张高星怪兽 以攻击表示召唤武王 怪兽效果配合物质王城即可直接召唤 接着 沙僧还要发动装备魔法王者之剑 效果当装备此剑的怪兽发起攻击时 在战斗阶段结束后增加一颗衍生物 好家伙 这也太勇了吧 战士斩魔王吗 沙僧下达攻击宣言 让武王进攻阿米泰尔 同时发动武王的怪兽效果 将双方怪兽的攻击力都变为一顶 尤贝尔嘲讽沙僧 太遗憾了 阿米泰尔不会被战斗破坏 我去 武王这只怪兽也太秀了吧 硬抗混沌幻魔啥是没有 还给自己增加了一颗指示物 沙僧表示是环境魔法的场地效果 通过转移怪兽的区域防御一次破坏 只不过之前的区域将无法继续使用 尤贝尔嘲讽那又如何 转移怪兽究竟有何意义 天真的沙僧被尤贝尔的假装天真骗到 然而武王家物质王城的效果太过炸裂 竟然直接搞掉了混沌幻魔阿米泰尔 沙僧表示当武王加上王城后 可以无效除自身以外的怪兽效果 尤贝尔吐槽太离谱了 满星怪兽居然被高宫怪兽给阴了 咱说三幻魔的立场是不是太草率了呀 沙僧眼镜片子反光 代表着无言以对 说实话这里的尤贝尔想要解决沙僧 简直不要太轻松 除了满星的红暗龙 三大幻魔以及混沌幻魔外 尤贝尔还有自己的三大本体 和GX的最强之卡超融合 只不过一个黑暗大法师 还用不着尤贝尔使出全力 沙僧的回合 二话不说就下达攻击宣言 尤贝尔要么是草率了没带超融合 要不就大意了没带自己的本身 这才完上了城之内战术 沙僧从史之中都面无表情 尤贝尔想要窥视沙僧的内心 沙僧表示自己要在这里建造理想的世界 没有苦痛贫穷的世界 而这也跟沙僧的经历有关 这里我们不做过多介绍 总之沙僧触发了回忆沙 而让尤贝尔震惊的缺失 沙僧竟是想要打造理想世界的好人 心态炸裂的尤贝尔继续打牌 召唤灵弓的坟墓挖掘者 并下达攻击宣言 雾王眼看灵弓怪兽也赶来挑衅 于是挥剑将其反杀 至此 尤贝尔进入到了一百血的风中残住模式 发动坟墓挖掘者的怪兽效果 沙僧还想忽悠尤贝尔 在雾王面前没有怪兽效果 怎料尤贝尔发动的确实 掘墓者的目的效果 当因战斗而被破坏后 炸掉对方场上的一张卡 尤贝尔成功搞掉了王者之剑 沙僧紧急叫停 翻开陷阱卡王冠爆炸 以雾王作为奉献的祭品 将文章转换为无法使用的怪兽区域 尤贝尔一脸懵圈 猜不到沙僧的真实想法 只好就此结束回合 轮到沙僧 当全部的楼阁也就是怪兽区域没了时 物质王城和全部手牌都将被送入墓地 而作为交换沙僧可以拿回墓地里的四张卡 代价是无法在这一回合进入战斗阶段 尤贝尔没有想到 沙僧还是执着于黑暗大法师 显然 此刻的尤贝尔已经被逼入绝境 只能打出自己的一张底牌 将场上的两只拷问巨人当作祭品 上级召唤十星的尤贝尔 沙僧人懵了 怎么还有召唤自己的操作 突然沙僧覆盖的卡被污染 场上的拷问巨人也被覆盖 而艾科的灵魂更是被巨像出来 尤贝尔在场上说话 吸引艾科 也就是场上的拷问巨人发起攻击 沙僧试图叫停 怎料尤贝尔的效果就是吸引对方怪兽发起攻击 将我受到战斗伤害的部分数值 给予对方 随着沙僧的生命之归零 身体就此烟消云散 尤贝尔吸收沙僧和艾科的黑暗之力 将自己对阵地狱凯撒时 受到的伤全部养好 而之后就是尤贝尔与时代的 两次Boss级别的决战